嗨 我是宝可梦 今天小财神们你们过得都还好吗 那今天的单元呢 我们一样持续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宝可梦的新书 宝可梦刷卡赚钱秘籍呢 那现在有好多人都来参与我们的投稿活动 那今天应该是第五个 就是林小姐的故事呢 她写了怎么样子的内容 或者是她看了这本书之后 内心里面有哪些澎湃的心得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啦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来往下看 好 在这边 之前的话呢 已经有这个刘先生白小姐 然后陈小姐跟王擦桶王小姐 这四个人的故事都已经分享过了 那现在是林小姐的部分 那林小姐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开始 记得有一次节目主持人询问宝大说 你有四百多张信用卡 你真的知道每一张的优惠都是什么吗 那林小姐的这个问题开头很有趣 就是她有在看我去上一些综艺节目 或者是财经类型节目的话 那其实很多主持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没有意外应该是阿关吧 东森财经的这个 这不是新闻 因为她的确我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 她也是用这种问候语来介绍我这样子 非常的有趣啦 那最近的话其实也是有机会 在赛拉关节的节目 可能就是因为效果还不错 所以他们就会找我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她说宝大回答 我真的都知道 当时在电视机前面的我心想 怎么可能每一张都记得呢 好 那我觉得这是一般人的反应是这样子啊 因为一般人当然都是会去思考说 诶 电视上有一堆奇人异师 但这些人是真的吗 还是他们是假的 他们是神棍嘛 所以她可能 林小姐我猜她可能后来就因为看了一些 网路上的访问或者是节目之后 就跑来网路上搜寻 就找到我的粉丝页 所以呢 她后来的反应也很有趣 我往下看 好 她写说 但读完宝大的大作之后呢 我深信她不仅优惠都知道 连来龙去脉都非常的了解 那 也的确是这个样子 说真的 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写信用卡 讲信用卡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说 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出自内心的去喜爱这个东西 而在跟大家做无私的分享 即使我拿到了一张信用卡 它没什么优惠 我还是会愿意为他拍张照片 然后帮大家做分享 介绍 简单的解析之类的 但是 很多人他们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是有利可图 或者是 他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才去做介绍的 那这样子的人 他其实根本上就只是为了要吸引大家的关注度 或者是希望让自己的能见度或是影响力提升 而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带有目的性的事情 在做分享或是推广信用卡 那我觉得他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 跟我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好有趣哦 或者是 这个东西真的很烂 所以我才在网络上面分享 那这些东西我在做的当下 我其实没有直接去思考说 这到底可不可以让我赚钱 或者是说 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会不会有厂商来找我业配 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 好东西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也基于我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所以其实很多卡片的优惠 我基本上是不太会忘记的 只要我做过介绍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的大脑里面可能 硬刻的原因都是 所有的信用卡的资讯 那这是因为你对一件事情 你的兴趣有所热爱 你愿意花费你的时间 燃烧你的生命去做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之前 讲过的主题 梦想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对这件事情 你是有所希望 有所期待 然后愿意拼命去做的 那你绝对会成功 就好像我这个样子 我讲信用卡 我讲了七八年 现在终于就是展露头角 所有的新闻记者就是 想到信用卡的问题 第一个时间就是问我 或者是民生消费的议题 他们都会主动问我 所以这些记者 也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就是都把宝可梦的那个电话 都记在他们的手机里面了 就是每次采访我都加个LINE 然后很多事情都会问我 所以其实宝可梦的 很多时间里面 除了就是分享信用卡以外 那我还要工作 然后还要花时间 进行这些平台 除此之外 有一部分时间 是要留给这些媒体记者朋友 因为他们会帮助我 让我让更多人去看到我 所以我的确要优先处理 他们的任何问题 那他们通常都是早上10点 11点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下午2点就要来采访了 所以基本上时间都很赶 你都必须要去配合记者的时间 因为他们都是傍晚要结稿 晚上就要 影片就要上这个 那个晚间新闻了 所以他们的时间都是 非常非常的紧的 这也是就是提供 大家讲一些就是 题外话这样子 你可以了解到媒体工作者的生态 是怎么样子 那林霞姐继续往下说 本书其中一个章节是 那些被众人遗忘的神卡们 下场如何 这章节呢 仿佛是台湾近代的信用卡历史 里面细数了玉山的龙虾卡 中信的学学停车卡 台新的白海豚免税工会卡 跟中信来配卡 国泰的大小天王卡的发展史 从发卡的时候万人勇 待到最后被众人唾弃 在宝大生动的文笔下面 仿佛这些神卡又再度胜灵 所以我觉得林小姐的这个 这个文笔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她 她的感觉是 看了宝可梦的文字之后 你会觉得说 真的好像有发生这件事情 而且在你的面前 再度的重演了 那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文字 它能够呈现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是影像无法取代的 虽然说宝可梦现在已经 转战到YouTube这边 主要是用口说的方式 跟大家讲解 但是事实上 所有的文稿跟脉络 还是在我的脑海里 是用文字的方式去做爬书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像的话 也别忘了来追踪我的部落格 或者是我的Pressplay 它里面其实都是有更 深层更有条理的文字 来跟大家去叙述事情 只是说万变不离其中 我想要讲的东西 这些宗旨 一样是在我的脑海里面是这一块 那我只是用不同的媒介 来跟大家去分享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要介绍一张信用卡优惠 你当然可以写一篇文章 你也可以拍照片 在IG上面发布 你也可以做成影片 所以只是说未来的大事索具 其实还是以YouTube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这个市场应该要有一个我的容身之处才对吧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样说不过去 我在台湾已经是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信用卡KOL 或者是媒体 公众媒体人物了 但是YouTube上面就迟迟没有我的一个位置 这不对啊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是真的有想要有所成就的话 就真的应该要把你的时间花在那一块 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啦 那最后的话呢 来看一下 这个即便你没有参与过这些众神卡的风光事迹 透过宝大声动的文笔 绝对让你生力其境 对生力其境这个真的很重要 现在讲究的是AR VR技术 但是你应该也很难想象 就是看着人家写的文字 居然也能够生力其境 这就是宝可梦文笔厉害的地方 好来最后呢 他说宝大在本章的最后更感兴趣的说 每个人呢 都用不同的方式跟自己的过去告别 而我已写文章跟这些卡片 好好的说再见 可见宝大是一名热爱信用卡的性情中人 这个 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就是 其实你的认真写的这个文字 是被人家看到 被人家肯定的 那这篇文章其实在我的 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也是我个人很喜欢 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那他其实是改编自我自己部落格 曾经在2017年写的那一篇 有感而发的新德文 那正好 是否我出书嘛 我就觉得说 应该要截录这一篇 很重要的文章 把它放进来 那我 重新经过删改之后 他其实变成了一篇 就是感觉上是 很不错的佳作 那我也很希望你们有机会 真的要去找来看一看 不管是买不买 或者是 去书局里面翻一翻 你绝对会有所收获 因为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方式 用一种 抒情或是叙事的方式 在跟你用讲故事的方式 讲信用卡的历史 因为信用卡像这种金融商品 本来就是很生硬生能的 但是 同样是一盘菜 宝可梦就可以炒得如此 色相味俱全 这就是 这个 比人的功利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的灵感来了 其实你就是可以 就是做出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东西都无关金钱 重点是我真的觉得 做这件事情很快乐 所以 我就是一个热爱信用卡 热爱金融商品的人 那我也希望你能够 沾染了宝可梦这样子的气息 然后 也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当你把这支影片关掉之后 你去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生活中你热爱的事情 你很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梦想 也请你带着宝可梦的这个梦想的 追寻梦想的热情 持续的往下走 我相信你有一天 你跟我一样 你也会成功 好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也赶快来按个订阅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消息 就会送到你的email 也别忘了 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 这个 这本书的美妙之处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